其實我和拍檔都是純素食者 一直在香港 可能都發現在香港的素食餐廳的選擇不是那麼多 數量不是那麼多 再來可能食物的選擇也不是那麼多 所以有時出街吃飯都未必可以知道有時找不到食物 還有可能和朋友吃飯也不是那麼多選擇 所以就想直接開一間素食餐廳 第一就是想給素食者多一個選擇 另外就是可以令到可能平時不是吃開素食的人都好 可以試一下素食其實是怎樣的 我們餐廳比較是Fusion 還有Kosovo很多不同國家的食版 加入這個元素加入menu裡面 第一道菜是魚香企脂、杯葛 我用了一些鹹魚、素的鹹魚、企脂 去做出一個魚香企脂 然後加上一個Bagol 變成一個中西合併的一道菜 當然裡面也有豐富的蛋白汁 第二道菜就是我們的另外一個招牌菜 是皇家天輩的豬洋麵 它是偏東南亞風的一道菜 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元素就是天輩 因為它是一個Superfood 可以帶給我們人體身體很多豐富的蛋白汁 第三道菜就跟我有一點關係 因為我是一個台灣人 所以我把台灣風味、家鄉風味 帶來這間餐廳研發出這個素的滷肉飯 前面這個就是一個裝鹽酥雞的鹽酥雞 當然它是用咸包菇去做的 它的味道就會跟我們平時吃的鹽酥雞 味道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也希望吃肉的朋友 可以上來這間餐廳試一下我們的菜式 其實用一個小店形式在香港 形象其實都不是那麼容易 但是我們也發現其實在香港 有很多值得多些人認識的一些產品 例如我們跟小隱於野有合作 其實他們一直做他們的Bakery都很出色 如果我們有一個這樣的平台 為什麼我們不去連結多些本土的一些小店 去希望可以做一個大家可能接觸大家的客群 去多些去推廣令到多些人去認識 原來香港本土都有這麼多好的出品 我相信如果靠餐廳去連結多些不同的 在香港本土的小店 可以營造到這個互衛互利的效果 我也覺得在香港的消費群 其實都值得去知道多些原來香港有這麼多好的東西 我覺得一間餐廳可以是一個 服飲食的地方之外 其實都是一個很好的地方等社區做一些連結 可能我們客人和客人之間都可以做一些互動 透過去舉辦一些可能是 其實都很多不同的活動 例如是一些新心靈的工作坊 或者是一些種活的工作坊 或者是一起做Bagel 或者是一些品牌的活動 其實我們一來是想推廣素食 第三是想接觸不同圈子的客人 希望可以逐著每一個人和人的交流 去做到我們想做的事 就是推廣一些 或者去打破一些 可能別人對素食的一些標籤的東西 例如原來素食都可以這麼有營養的 素食都可以這麼好吃的 好玩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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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